Obo 5N2 Flip大赞 Samsung Z Flip 4 到底谁会赢的 你看我两个放在一起 Samsung是关不完的 拉低失败了 你看我两个放在一起 Samsung是关不... 靠我去了 小折叠的battle来了 因为我就拿到了这个5N2 Flip 我就突发起来想到 目前在马来西亚卖的 最好的一个小折叠 应该就是Samsung Z Flip了 没有人也就是 因为马来西亚只有它卖了 所以我就跟朋友借了一个 Z Flip 4 所以这影片就诞生了 Obo 5N2 Flip大赞 Samsung Z Flip 4 到底谁会赢的 请留守上一集 没有啦就是上一集啦 先来直接看外形 我就讲一讲我的个人感受 不代表全部人的审美 这两台机最大的差别 就是外屏的大小 Obo 5N2 Flip 3.26寸 AMOLED Samsung Z Flip是1.9寸 AMOLED 一个直屏 一个横屏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下面 要取发门两个的话我会形容 5N2 Flip很可爱 Z Flip 4 优雅咯 首先呢5N2 Flip整体就比较圆润 眼睛也是比较大哦 有一种漫画跑出来的 QQ感觉 Z Flip 4就整体偏四方 小小的screen让人觉得 很温柔啊 很优雅啊 颜色上面同样都是Bubble 但是Samsung的会更深一点 而且是亚光面的 所以就略显成熟啦 5N2 Flip是粉粉的纸 光线下去哦 还有点小反光哦 很少女星啊 如果你问我是更喜欢哪一台的话 嗯 哈啰 那是少女来的咯 但是5N2 Flip有个缺点就是 太圆润了 两个手机没有放casing 放在桌子上面的哦 5N2 Flip 是会慢慢往下滑的哦 对比大小的话呢 5N2 Flip也会比Z Flip 更宽多一点 高度是一样啦 握在手上的感觉 没有太大差距 重量也是差不多 外屏能做什么 这个差距就大了 因为屏幕越大哦 能做的东西就越多咯 第一大屏哦 你fool color点一点哦 那个视觉效果真的是很震撼的 Z Flip呢 颜色也是美 就是小哦 二 Z Flip的外屏是可以放音乐啊 set alarm啊 record等等基本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set alarm哦 你要打开手机才可以真的set到的 它只是一个preview罢了 你要做的话还是需要进去里面做的 而这些哦 5N2 Flip全部都做到 而且它不是preview 它是真的可以直接在上面里面完成的 比如说timer 直接按开始 可以直接拍照 把手机转过来 啊 angle会更好咯 换去portrait啊 video啊 开关美颜拍完 还可以开照片来看 完全不需要打开手机的哦 所以外屏就做到了 它应该要有样子 不单单只是一个illustration purpose 滑下来可以直接调setting 飞航模式啊什么的 滑上去可以看到大大的notification 而且是打直的 比起Z Flip的小屏啦 还要是横的哦 不用想可能是5N2 Flip这根使用啦 而且5N2 Flip我还可以做到基本的google map导航 notification可以打直一次过 收入最多6个message rich Z Flip是做不到这些的 第三拍照 OK我现在个别用外屏拍一张照先 Z Flip你看啊 我要进去打开相机 按这个button开启了外屏 OK开拍 这边缺点就出来了咯 因为外屏是横的嘛 所以你看我拍出来的东西 上下会流空很多 因为我看不到 5N2 Flip还不用打开手机 它是直接拍的 因为是直屏 拍出来就是exactly你看到的样子 开回来看还可以做命 做猫整个体验就是很爽啊 第四个性化 英文我们叫personalization Z Flip的cover screen呢 本身就蛮多种的 比如花啊 AR emoji等等啦 但虽然是动图 终究是不够生动的 5N2 Flip本身的cover photo呢 开出了基本的原生wallpaper 这是为了这个小折叠 它增加了5只可爱的动物 比如有猫有兔子有狗 而且白天晚上哦 是有不同的形态的 让你觉得好像 真的是在养那个电子宠物 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时间啊 热气是可以自己换颜色的啦 中国版本呢 还可以放很多不同的游戏主题 比如说抓娃娃 消消热这样子的游戏可惜 马来西亚版本是没有的啦 接下来要对比的就是 看到心情会不好的 折痕 很多厂商在出折叠机都会讲 哇 我们的折叠机看不到折痕 哇 我们的折痕是最少的 哇 我们花了很久很久 都看不到折痕 但是现实往往都是很残酷的 因为那个折痕 永远就没有离开过 but everybody 我跟你们讲 5N2 Flip的折痕 是真的是浅到哦 我愿称它为 是我见过最浅折痕的一台 小折叠机 普通开这screen net 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只有特定的角度下 才稍微能够看到 你刻意去摸的话 是会浮到少少的凹陷的 而Z34虽然有在折痕这方面 努力做改善 毕竟都第四代了嘛 但是哦 还是蛮明显的 就连开这screen用这个时候 都会注意到 摸上去也是很明显的凹进去 这样子的 那我只会放在一起给你们看啊 看到没 Offscreen就是这样大对比 要做到折痕如此少 主要是OPPO还用了这个水滴型角链 像Samsung还用的是一个U型角链啊 水滴型角链哦 它的好处就在于 它凹的时候咧 它的屏幕折叠区 会形成一个水滴的形状 就好像一个圆底的瓶子这样子 这样屏幕弯曲的弧度 就会变到更大更宽 所以它受力就比较均匀哦 屏幕就不会变形 所以折痕就比较少咯 但是有一点哦 我很better hand 不是我觉得Arken比我更better hand 是啦 W6哦 阿better hand真的是不能了 他一定要讲 就是他们关起来了之后的 那个缝隙 你看我两个放在一起 Samsung是关不完的 它中间是一个蛮宽的一个缝的 OPPO就可以做到完全密合 不啊 第一次失败了 你看 你看它一直coflake 一直coflake 但是无可否认 屏幕质感视觉效果的话 我投Samsung 毕竟身为一个屏幕制造商 好了 肯定是留给自己的呀 电池 你一定是有 我要讲续航是不是 错 我要讲的是盒子 因为哦 5M2F的盒子里面 是有送充电头的 而且是 设报以后系充电头 为什么我要特地讲这个呢 因为现在Samsung 大家也知道不了Apple的后尘 它买手机是没有送充电头的 意思就是你要自己买 所以现在单版哦 那个手机厂商是有送充电头的 我都觉得很感动 不是已经改了咧 我不懂 现在全部人都不要送充电头 好啦讲回电池啦 OPPO 5M2 Flip的充电速度是44万 这个Z Flip 4充电速度是25万 这个XG就是同样两台手机 放在桌子上面一起CHASH半个钟 5M2 Flip是可以充到62% Z Flip 4只可以充到50% 电池容量呢 Z Flip 4 3700毫安 5M2 Flip 4300毫安 几乎等于Samsung Z Fold 折叠机的电池了啦 但是 你要想看哦 Z Fold是大这样多哦 5M2就这样小爆哦 那拍照部分呢 两台都一样可以 这样子熬 当成DV这样子拍 同样是可以选择上下拍摄 比如平时你要拍低角度的话 普通手机你是要这样辛苦的 小折叠就不用啦 这边呢我就拿他们一起去 扫街拍一些照片 比如说拍照PK GO 首先我想讲的是哦 人像拍摄方面 5M2 Flip更美更好看 不过这也是意料 总之毕竟我觉得 Samsung在自拍方面 一直都是普普通通罢了啦 但这边我想讲的是 不开盖的情况下面啊 5M2 Flip能够抓到更好的构图 而这个Z Flip 4 就会出现头顶空空的问题啦 然后我就带他们到户外试拍 金线这两张都竟然可以这样详尽 放在一起对比之后发现哦 5M2 Flip出了色调比较偏绿 跟有水影之外 无论画起来是细节 细腻度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我讲的是放大之后看里面的美容 两个都一样弄清楚哦 所以不要以为折叠机的 照相门的一板板 其实都是很厉害一下了的啦 另外呢我也是有注意到的 就是5M2 Flip的成像效果 比Z Flip 4的稍微更加高 contrast一点 texture也是比较突出一点点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就更加3D立体嘛 你们觉得咧 再来我也测试了两者的 广角拍摄能力简单 一句话来评价他们就是 普普通通 过 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分别 就是5M2 Flip哦 是有两倍变焦能力的 这个Z Flip 4是没有的啦 所以为了测试的情况下面 我就手动Zoom到两倍来拍 那效果自然就很清楚了咯 在眼看其实还可以 但是一放大来看就打玻璃了啦 我觉得这点还是很重要 因为日常生活要用到两倍Zoom的情况 还是真的不少咧 OK 接下来就是拍人啦 拍人顶不顶 当然是顶啦 但是谁比较好 我觉得各有各好啦 就像我刚才讲的 5M2 Flip是比较偏绿 Z Flip 4就是比较偏红 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面 肤色上偏红当然是好过偏绿啦 细腻度方面两者都非常不错 这一点从发色的视觉 就能够看得出来 但是我觉得OPPO的美人能力 会比较好一点 OK 最后来对比一下参数 处理器哦 Z Flip 4它用的是 Snapdragon 8 Plus Gen 1 5M2 Flip它用的是 MediaTag天玑9000 根据官方数据来讲 天玑9000它的实际体验 其实是跟Snapdragon 8 Plus系列啦 是相差不远的 可以应付热常的使用啊 而且它的价钱也会比较低一点 它是一个高性价比的芯片来的 which我个人是蛮 agree的 因为热常使用是没有问题 然后女生追求也不是说 要那么heavy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还是直接跑一轮跑分 最实际 Find & 2 Flip跑分620千 Z Flip 4跑分870千 GPU和3D画面油画能力上面 使用还是Snapdragon更厉害啦 这个无用之移的 但是哦 买折叠机的人估计重点 也是不会放在heavy game的啦 普通游戏处理是没有问题的 王者荣耀可能会有小小差别啦 毕竟牵涉的3D graphic不多 但是如果你玩原生这一种 3D graphic很多的才会明显feel到差别 但是你不要忘记哦 天际9000使用是一支4nm工艺的旗舰芯片来的 它的功耗稳定度还是很厉害的 日常使用是绝对不会lag 不会卡的 看到这边的差距就已经出完来了啦 我个人哦 对于OPPO 5N2 Flip是给予一个蛮高的评价的 虽然它不是第一台的小折叠 人家SAMSUNG我吃到第四代了嘛 但是哦 它绝对是一台很称职的小折叠 我要的东西基本上它都可以给到我 比如说折衡扫子又少 外形足够可爱 我敢讲啦 这个手机一出啦 每个女生不为之疯狂 除非它不是女的 外屏够搭 它不只是一个Display 它是真的是直接可以用的 然后它的电池也没有因为体积小而变小 而且快充也比较快 所以如果你问我在两台里面 我会选哪一台的话 我毫不疑我会回答你 SOPPO 5N2 Flip 主要就是看在价钱的使用性上面 我不需要一个美丽小飞 我需要一个是在热厂生活里面 可以帮到我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不是说SAMSUNG ZFIT它不好 它在折叠市场界的地位是很高的 它的性能它的设计它的硬件 都是很扎实很稳定的 比如说它可以做到IPX8级别的这个防水 直到如今也没有哪一个折叠机厂商 是可以突破到的 这边跟你们讲一个东西 其实我在SAMSUNG ZFIT出第一代的时候 就讲要买了 现在出出出出到第四代了 我都还没有买 还要跟朋友见 但是OPPO 5N2 Flip 它现在终于讲要来马来西亚了 我已经决定是要买了的 由此可见它们两台的吸引力 对我来说差别在哪里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希望这支影片可以帮到 正在纠结不懂要买哪一台小折叠的大家吧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